你这个没良心的臭女人 今天你必须把钱拿出来 否则看我不把你抽死 爸妈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老婆 难道你们不知道她现在怀着孕吗 你看看你媳妇 我和你妈都老了 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天 所以就打算趁着五百二十去三亚玩几天 看看比基尼 找你老婆要二十万块钱 可是这个臭女人死活都不愿意给我们 真是把我气死了 你们要去旅游我不反对 但是去一趟三亚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吧 你懂个屁 三亚可是个旅游圣地 我们这次打算多住几天 二十万块够不够用还不知道呢 你别以为我没去过 我们上次去过一次三亚待了半个月 所用的开销加起来也就两万出头 可到你们这里缺二十万 你们真的是去旅游吗 小范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弟弟好不容易才找了个老婆 所以我们就打算让他们出去玩玩 培养培养感情 可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家里的积蓄已经全部拿去买房子了 现在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你弟和他老婆为了这事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所以才会和你媳妇要钱 爸我们的钱都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有给过我们什么吗 他们要去度蜜月 你凭什么来找我们要钱 而且一开口就是二十万呢 你弟弟想去度蜜月 难道我们做父母的不应该出钱吗 刚才打你那几巴掌 看来是不疼的 是不是还想尝尝我这砂锅一样大的拳道 你弟媳才刚过门没多久 你作为大嫂难道不应该体谅体谅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 我尊重你们 是因为你们是我亲生父母 可是你们为了小弟和他老婆去度蜜月 竟然动手打了我身怀六甲的媳妇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难道你们心里就只有小弟妈妈 还有上个月 小丽说他放在柜子里的项链和三万块钱突然不见了 难道这也是你们拿的 没错就是我拿走的 你是我儿子 难道我拿你这点钱有错吗 还有那金项链也是我拿走的 那条项链一看价格肯定不菲 所以我就把它送给你弟媳了 爸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偷偷进我的房间 还把我的钱和项链都送给了弟媳 那条项链 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三万块买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我就拿点东西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不想再和你那么多废话 赶紧把钱拿出来 爸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我所挣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家 还有我老公的工资 一直都打到你们的卡上 现在你们都把钱都给了小弟 而现在又找我们要钱 你们老两口的退休金那么高 也从未给家里补贴过 我辛辛苦才攒下那么点钱 都被你们给拿走送给弟媳了 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我榨单才担心吗 有你这样和公公婆婆说话的吗 你就不是给家里一点生活费而已吗 难道你在这家里不吃不喝吗 你所花的钱都是理所应当的 你工作了那么多年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二十万块 就在这时 小弟突然打了电话过来 爸 那钱你什么时候转给我啊 我现在已经把车看好了 就差交钱了 小房 你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把钱给你转过去 这下他们总算明白了 原来他们根本不是要去度蜜月 而是想拿钱给小弟买车 原来你们想跟我要二十万块钱 不是拿给他们去度蜜月的 而是要给小弟买车 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 既然被你知道了 那就别废话了 赶紧把钱拿出来吧 否则今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们身为公公婆婆 不但不公平对待 反而还要逼着 我拿钱给小弟买车吗 天底下哪有你们这么天心父母 你们太欺负人了 爸妈 我们的情况你们也知道 我的工资卡权都在你们那里 小丽所挣的几乎都花在咱们家上了 这几个月又不能工作 他去哪里要这二十万块钱啊 儿子 我昨天听到他和他父母通话了 他们父母刚给他转了二十万块 小丽 你父母真的给你二十万块钱了 没错 我父母知道我怀孕了 没有了工作 而你的钱又全在你妈那 担心我花钱还要看你妈的脸色 所以就给我转了二十万块 既然你父母给了你二十万块 你一个女孩子拿那么多钱也不安全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先给你小弟买车用 等他们以后挣到钱了 他们一定还给你的 他们还在那边等着这笔钱呢 你们别做春秋大梦了 这二十万块钱 是我生完孩子坐月子的费用 更何况这是我们父母的钱 我为什么要拿出来 我没有义务给小弟买车 真是没想到 你们竟然偏心到这种地步 你这臭女人 简直是不是好歹 手里有钱也不愿意拿出来 你这不是让小弟难堪吗 看我不打死 你这个臭女人 说完 婆婆上前扇了儿媳妇 一巴掌 然后踹了一脚 只听啪的一声 儿媳妇瞬间倒在了地上 爸妈 她可是你们的儿媳妇啊 而且她现在有孕在身 你们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呢 小凡 你滚一边去 你老婆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 她如果肯拿出来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没错 小凡 你赶紧劝劝你媳妇 赶紧把那钱拿出来给你弟弟 不然的话 她今天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 老婆 你还是把那二十万块钱拿出来吧 要不然 他们真的会饶不了你的 你也知道我父母的脾气 只要他们认定要的东西 一定会拿到手材肯罢休的 老公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一个弱女子 嫁到你们家来 本以为你会疼我爱我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 如今你父母这样对我 你不但没帮我 还和他们站在一起 让我把钱交出来 这钱可是我的父母 留给我生孩子用的呀 儿媳妇 你赶紧把卖二十万块钱交出来 否则 否则怎么样 这钱是我父母的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 自从我嫁到你们家来 你们家的所有开支 都是由我一个人支撑着 还对我每天拳打脚踢 你们就不怕有报应吗 看来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呢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老公 我肚子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当真要看你母亲这样打我吗 老婆 我看你还是把那钱拿出来吧 你也知道我劝不动我父母啊 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 要不是很多 以后我们工作很快就赚回来的 张小凡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连你老婆和孩子都保护不了 你说你还有什么用 我肚子好痛 你赶紧扶我回房间 妈 你看小丽 她现在肚子疼得那么厉害 要不我们先把她送去医院吧 臭女人别装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吗 如果我们送她去医院了 那她趁我们不注意跑了怎么办 小丽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 就往卫生间里跑去 随后便拿出电话 打给了弟弟 并说明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婆婆的叫喊声 儿媳妇 赶紧给我出来 我也要上卫生间 小丽知道这是婆婆计谋 可待在里面太久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走了出来 儿媳妇 你还是别再挣扎了 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 你拿出来 以后大家还是好好的一家人 再说了 你现在把钱给你小弟 他们会很感激你的 这是我父母的钱 你们想都不用想 好好好 我看你还降到什么时候 这时门外突然闯进来了一群人 正是小丽的弟弟和她的父母 是谁敢欺负我姐姐的 由我站出来看 我姐姐在我们家娇生惯养 从未挨过我父母的打 没想到到你们家 就受到如此的待遇 哎呦 原来亲家公和亲家母来了 怎么不先打声招呼呢 你们所看到的都是一场误会 小舅子二话不说一巴掌 就扇在婆婆的脸上 紧接着又一脚 把她给踹飞了出去 刚刚不是打我姐姐 不是很牛气吗 怎么现在不敢还手了呀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欺负我姐姐 我女儿嫁到你们家 你们不但没有好好照顾她 现在她挺着大肚子 你们竟然还欺负她 你们这一家老小 到底还是不是个人 我姐姐欠你们家钱了吗 还逼着 她把钱交出来 那是我父母给她的钱 和你们家有半毛钱关系吗 我姐姐在我家就像个公主一样 到了你们家 就像变个人一样 一群不要脸的东西 我今天总是看清了你们的嘴脸 姐姐这样的老公不要也罢 今天你就和她离婚了 你们赶紧把东西收拾滚出去 这房子 是我爸买给我姐姐的婚房 你们没有资格带在这里 如果是你们 遇到这一家 无赖会怎么做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